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恶恶东男孩 这次有个老先生啊 进了这么大一箱子 这个零件 按照说上次有个男生的医生送我一箱零件之后 我零件基本上就用不完了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我们也要把它收下来了呢 因为这个大叔他说这个零件是非常非常老的古董 就是几十年前的国产的一些半导体零件 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有点兴趣了 我说这个东西 虽然我以前也接触过一些老的零件 但是没有接触过这么多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些东西啊 看 这个 国营永光电工厂出品 看到这个包装就好有历史感 这是我的妈呀里面还一个 合格证 1984年5月份的 我的天了 这种二级管 看到没有 这种形状的 2CZ82F 这个整流管吧好像是 2AP15 这是简播管 这是做那个矿石收音机可以用这个 哪天我也弄一个试一下啊 这个是什么合格证多少年的 1978年的 哇 这种封装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这种奇怪封装的 这个什么 高速开关二级管 这些都是上面写的数字的啊 这种老式的电阻 电阻 这边装的是电容 毒石还是人母来着 忘记了 以前的商购有好多这种 现在的话就没有了 3300匹花有这么大块头 现在都是贴片芝麻粒大小的 是不是 哇 这个是热米电阻啊 这种小的 应该是RT的热米电阻 这还有一个袋子啊 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 这个粮食袋 现在就是这个啊 如果这个上面这个84.8是84年8月的话 那么现在就是35年的这个电容 这个电容是25V100微法的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容量 先短静一下 60亿微法 看到没有 你说现在这个容量减退了 只剩下60亿微法了 341这些2.2年火啊 我也没见过这种三级管 哇 果然是的 嘿嘿 金属小帽子的三级管 自在以前的那个 哇 这个还是好新的感觉啊 这个银角应该是铜的白铜啊 一点都没有算秀 而且是特别新的 崭新的感觉啊 里面都是电容 哇 这种老古典的电容 这种 看到没有 我去 这还有这个啊 啊 这只管呢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啊 哈哈 太激动了 哇 这个妈呀 这个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到没见过啊 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上面有个金属的圆环 顶上好像都是多了一层 像那个 就像以前降灯泡 我自己一不小心烧了 里面都是这种颜色 或者说有点像那个热水瓶 内胆里面镀的正层金属 这是6A1的 1978年11月的啊 上海生产的 哇 这个玩意有点珍贵啊 两个6A1 这是不是可以做个小胆管的 什么什么工放什么玩的 那1984年10月看到没有 发的没坏我就不拆了 剩下的也基本上都是和这种差不多了 2AP13 什么电阻 什么这个2AP 还是多少啊 那边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电阻 这么大家伙 怎么有四只脚 哇 诶 这种铁帽子三级管啊 我一般人正式干啥了 3D黑8E 88年代 这是88年的产品 这种 这是镀金银角 全部都是一些比较古老的 什么开锅管 二级管 还有三级管 这都是国产货 大概都是在80年代的产品 最特别的是 还有两个这么个小东西 啊 最喜欢这个 6N1的电子管 好像以前听说过啊 这还是一对 我想想 看这个玩意儿 有没有机会做个小工放 什么东西的 哇 很有意思 那么朋友们 我们的这个开包 基本上就结束了啊 感谢这位老先生送我这么多 他的那个藏品啊 喜欢朋友和点个 关注转发和点赞 你们手里有哪一些老不懂呢 哈哈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啊 拜拜